今天,狐狸猫和小树蛙来到外星生命科学馆 他们看到了各式各样关于外星人的故事和介绍 参观完后,狐狸猫非常期待 想要亲眼看看外星人的长相 走着走着,他们发现了一间还没有参观过的展厅 于是,狐狸猫兴奋地跑进去 进去后,他发现展厅的中央有一台视讯仪器 而荧幕的中间正是他期待已久的外星人 狐狸猫尝试触碰各个按钮 突然,外星人缓缓地睁开了双眼 他们似乎连线成功了 哇,是外星人耶 请问,你听得到我们的声音吗? 感觉因为讯号不好的关系 外星人好像听不见我们的声音耶 这时候,萤幕上出现了外星人想要传达的讯息 啊,小树娃,什么是星系啊? 恒星和行星又是什么啊? 就让我从头来解释给你听吧 当我们在晴朗的夜晚抬头望向星空时 那些闪闪发亮的星星 大多数是属于一种天体 叫做恒星 哦,像是以前看过的 北斗七星或是牛郎和织女星吗? 没错 它们都和我们的太阳一样 是能够自行发光发热的恒星 只不过因为距离我们比较远 所以看起来比较小颗 也比较黯淡哦 哦,原来如此 那星系和行星又到底是什么啊? 别着急 刚刚说到会自行发光发热的 叫做恒星 而行星则是不能自行发光发热的天体 除此之外 行星也会绕着固定的恒星运行 像是我们所在的地球 就是绕着太阳在运行的哦 哦,所以我们所在的行星就是地球 而环绕的恒星就是太阳 没错 而我们这些绕行太阳的行星们 都是属于太阳系的一部分 那如果我们再把距离拉远一些来看 太阳系和大部分我们可以看见的行星 其实都位于同一个星系内 而我们所处的星系俗称银河系 那宇宙里除了银河系之外 还有其他的星系吗? 当然有咯 在宇宙中像是银河系这种大小等级的星系 有数百亿个以上呢 举例来说,比较著名的有仙女座大星系和麦哲伦星系 哇,真的好神奇哦 原来在宇宙中有好多好多的星系 而星系里面又有好多好多的恒星和行星耶 没错,所以我们在宇宙中的位置 就是银河系中的太阳系 太阳系里面的地球上哦 那我们赶快把正确位置输入进仪器给外星人知道吧 下图为宇宙组织的关系图 其中甲乙饼为不同层级的结构 你觉得下面哪一个叙述最合理呢? 小树蛙将正确位置输入进仪器后 荧幕上出现了新的讯息 它要我们输入距离耶 不过,我们怎么知道距离多远啊 诶,仪器给我们提示了耶 它前面出现了数字0.5 所以我们只要填入后面的单位就大功告成了 这还不简单 我们平常在形容距离的时候 都是用公尺或是公里来形容 所以选其中一个填进去就可以了,对吧? 这次的情况不太一样哦 刚刚有说到 宇宙是一个非常大的空间 所以我们没办法用平常的距离单位来描述 如果今天是在太阳系内 常会使用的单位叫做天文单位AU 是地球到太阳的平均距离这么长哦 原来如此啊 那如果今天是要形容太阳系以外的呢? 如果是太阳系以外的 科学家会使用另外一个更长的距离单位 叫做光年 它是指光以光速前进一年的距离哦 哇,想不到 只是要形容距离也有这么多表示方法 不仅有天文单位 还有比它距离更长的光年 没错 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光年和天文单位 那我们赶快回来看看荧幕吧 我知道答案了 既然外星人说它也是在太阳系内 跟我们的距离又只有0.5 那单位应该只能用天文单位吧 狐狸猫将今天大家学到的知识进行整理 宇宙由大到小的组织分层 依序是宇宙、星系、恒星、行星 太阳系内常用的距离单位 天文单位AU 太阳系外常用的距离单位 光年 最后来和狐狸猫脑壁激荡一下吧 你认为宇宙中真的有外星人存在吗 目前人类有找到哪些证据 证明宇宙外有除了人类以外的生命存在吗 你们真的太厉害了 竟然能够矫正定位 让我顺利减少连现实的干扰 天哪 真的是外星人耶 你 你果然是真实存在的 那 你现在在哪一颗星球上啊 我可以去找你吗 关于这个 我之后再继续告诉你好了 欢迎看我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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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的